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播开迷雾 少走弯路 带你进入最top的收藏圈 大家好 我是蔡建民 2017年10月3日 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中 一件北宋汝瑶天清又喜 以超过2.9亿港元的价格拍出 刷新了中国瓷器拍卖的世界记录 此记录至今未被打破 宋池的存饰量稀少 众所周知 但是熟悉宋池的人又会发现 宋池在当时烧造的数量并不少 瑶纸更是遍布全国 那么 瑶纸数量不少的宋池 为何在今日的市场中如此稀缺? 让我们翻开历史 先看看当时的繁荣景象 中国的陶池史上发展最大的就是宋代 那宋代 我相信大家也经常会听 辱官歌定君 这个是五大民谣 其实这个五大民谣 都是围绕与官府有关 与公家有关 那么还有民谣 民间的民 比如说慈州瑶 耀州瑶 军瑶 军瑶也官 愚民之间 这里呢 有一个简单的图 那就是南北方的分开了 北方 定瑶 慈州瑶 说是官瑶 但是现在还没有发现 北宋官瑶的瑶址 所以这个不能确定 所以还是没有公认的 军瑶 乳瑶 耀州 井内政瑶就是我们这里的 简瑶 龙泉 集中 其实这个呢 都是围绕上供给皇帝 喝茶用的 乳瑶呢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其实就是宋徽宗自己 御用的乳瑶瓷器 五破天清云破处 这般颜色做香来 宋徽宗说的 清如天 面如玉 乳瑶的幼稚 肥厚银润 有明显酥油的感觉 右面开片 多成席裂开片 深浅交织 给人以排列有序的层次感 雨过天清的背后 蕴藏着神秘的绅士 还有一个信息 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乳瑶 基本上 没有出土 有出土的是瓷片 在瑶子里面 完整器都是宫廷 全是下来的 所以如果有人说 出土了乳瑶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都是假的 我们零几年去河南考察的时候 就只有一个信息 我们知道的 就是一个教堂 出了六件 教堂的乳瑶 后来就被农民挖了之后 就分散了 分散之后呢 有一半三件 被那个考古所找回来了 还有三件就流散出去了 基本上 乳瑶在全世界 就八十来件 两院故宫 可以说是系列的 这个收藏 包括 英国的大维德基金会 大维德 爵士 它有相当的 系列的乳瑶 那除了这三大 产品 在三大博物馆之外 其他的都是零零散散的 在一些重要的 这个厂家里面 前几年 还是七十多件 最近呢又发现了 什么大都会 美国大都会 波士顿 这几个博物馆 包括大英博物馆 总结是 大概是八十来件 这个重要性呢 就可以说 多少件 都能够看到 它的身价 对吧 乳瑶存食量稀少的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底足 用右包裹 不露胎 枝钉稍造 枝钉为单数 一般为三个或五个 过大或过重的器物 不适应 枝钉稍制 于是造成了 乳瑶石瑶 久不成的现象 这是另外一个 2012年的一个乳瑶的喜 我是08年的时候 日本的一个经纪人 第一个接触我的 这个要说出一个什么 带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留权有序 08年 一个经纪人找到我 去日本我就去上手看了 在住友银行 日本的住友银行的一个保险库 拿出来给我看 拿出来给我看的时候呢 它没有任何资料 就这个盘子 然后这个盒 那么多 然后它有这个标签 当时它没给我看 我没看到 它就有个盖子盖住 我没打开 所以呢 这个标签 我没看 这些标签是什么呢 这个是东方陶瓷学会 1945年的展出 这个标签 我没看 那么一件 几千万的东西 当时要我三千万 几千万的一件东西 当时没有留权有序 我也不敢 马上确定 一件 是乳瑶的吧 后来 没有来源 那怎么办 那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在一二年的时候 住有银行 也是通过经纪人 就找到书务笔 那书务笔呢 就把所有资料查清楚 人家查到一九五几年的时候 这个英国的藏家 得到的是一对 是一对买到 然后有一个捐给大英博物馆 现在藏在大英博物馆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也在一九七零年的时候 卖了给日本的一位藏家 一直藏到大概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进制泡沫的时候 它的藏品就抵押了给 住有银行 这个传承是这样子 住有银行后来给断了 断了之后 隔了很多年才拿上来拍 那这个乳窑呢 当时定价有八千万 结果卖了个两亿七港币 什么人买的呢 当时也是很轰动 一个不常慈激的买家买的 那也很奇怪 为什么不玩瓷器的会买这个呢 是一个香港台湾人 明白你 他是专售书画的嘛 张大千非常非常有名的 其实呢 他也收宋画 那么收一件乳窑 在他的藏品当中 那不是锦上添花吗 是吧 所以落在他的手里了 所以这里呢 带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收宋词的话 如果花大钱的话 我认为去输笔加斯德 买留权有序的 我们不是说没留权的不买 我宁愿花一千万买 我不花一百万买 这个是我个人的关键 你一百万是可以 但是同样的一件东西 我宁愿大牌 搞举自己的手去买它 多两年之后 这件东西还是有它的身份 如果是底下买的 不是不可以 也可以 要做展览 要做展出 公租同好 有出书 这样 就代表这件器物的出生子 那么高股持起 不是不可以说 是可以说 但是收完的时候 你的第二步什么样呢 你不能全部都放在地库啊 自己把完 把完之后又藏了地库 参加过这个展览 出过书 这个就是2020年的 当时的一个记录 做了这个记录之后 十年之后 2030年2040年的时候 那就是有一个出生子了嘛 这些都是一个传长 没办法我意思嘛 那如果我富裕 我大长家 我就输笔把它干掉 多少年之后 回来也是受欢迎 也是输笔 也是假的 这个是名牌的重要性 这个不能说乎的一个事情 宋代官窑瓷器 主要以素面为主 既无华丽的雕饰 又无艳彩图绘 最多使用凹凸直棱 和弦纹为装饰 保光内蕴 那就先说这个最近 七千万的宋冠石 这个也是宋冠很有名的一个 清幼的一个 宋冠的一个花口喜 使魁伴喜 右色变化温润 开片冰裂自然 宛若宝玉 魁伴石器型 轮廓线条简约 乃是最具代表性的 南宋官窑造型 这个是15年的一支宋冠 八方瓶 这支瓶的重要性 我也不用解释了 利劲的官窑 跟碗盘又不同 一般瓶为先 然后再来碗盘洗 再来文房 那现在文房又不同了 又是另外一个台阶了 过去文房就 文房 香炉 水鱼这些东西 都是算是楼底下的东西 上台阶的以瓶为主 那么这个宋冠的瓶 首先在苏比出现 伦敦 那么我在看 他那个版本五郎的 回忆录当中 他就提过这个瓶子 收到资料之后 他就从日本 就到伦敦准备 做前期的工作 准备要买它 钱当然是很大 对于当时来说 就很大的钱 那么这个就后话了 但是到了伦敦之后的 两天后就拍这个瓶子 他收到一个不幸的一个消息 就是他母亲过世 两者之间选择 要不马上回日本 去办理他妈妈的丧事 要不就是留下来 要拍这个瓶子 后来他的回忆录写 就是因为这件八方瓶的重要性 而且还有两天 那么他就对天发誓 他说 妈妈我买了它之后 我会用这个瓶子来拜祀它 那么就在这个回忆录当中 我们就能够看到这种重要性 而且呢 对于这个收藏的热爱 从中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 这个信息了 那么买了之后的当天 他就赶紧的跑回日本了 那么这件东西后来 就一直等到2015年才出来 2015年 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中 这件南宋官窑 情有八方贤文盘口评 最终以1.13亿港元成交 定谣创烧于堂 定州花紫欧 颜色天下白 说的就是定谣的右面 呈象牙白色 这是因为五代后 定谣器湿佑前 以补湿化妆土 所识白有的右水 白中闪黄 所以右面呈象牙白色 这个定谣的薄 刘香有序1949 就已经有记载了 非常非常漂亮 里外都有工 定谣常见的装饰文样 有画画 刻画 印画 画画 是以壁状工具 画出简单花纹 线条 刚净流畅 刻画 是在画画装饰工艺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在盘碗中心部位 刻出蝉枝花卉轮廓线 然后在轮廓线内 画刻复线纹 立体感强 定谣印花 大多印在碗盘的内部 题材以花卉文为常见 讲究对称 此定谣画画八棱大碗 碗内画画线条生动 右面柔润 与此碗相似的传试器 寥寥可数 1971年在伦敦书比首次出现 那么给谁买呢 当时就是版本 那当然版本呢 它不只是它自己收藏的 版本跟我们一样 也是经纪人 只不过它超前的眼界 它超前的学术 知道品种 那那个时候七七十年代初 香港还没真正的大起步 所以日本已经经济发达 已经对眼界都非常的懂得很透 对于高股词也好 明星词也好 所以也是它拿下的 当时也不少钱了 四万九千 同期拍卖 同一期 同这本书里面 成画都采鸡钢贝都在这里 你们猜一下卖多少钱 这个是四万九 那个鸡钢贝卖多少钱 一定低过它吧 这个重要性 宋慈的重要性 在国际的地位 历久不衰 在香港卖了一一四千六百万 但是真的巧啊 世界上真的很巧 同一年 同一次拍卖 鸡钢贝也是同这一期拍卖 也是14年的 也是同一本书 也是在输入比 你说巧不巧 不是同一个厂家的 但当时是一个买家买的 版本买它 还买了成画鸡钢贝 99年版本拿出来卖的 就是我们举到一千七百万 然后梅云堂再拿这个鸡钢贝 刚好是同一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次继续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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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